保持良好口腔卫生对于预防牙齿损害至关重要 但小心早上吃错食物也会对牙齿造成负面影响 对此,哈利私人牙科诊所Harley Private Dentist Clinic的首席牙医阿吉吉·Abo Azizi表示 早上刚起床,先别吃柑橘类水果、咖啡及含糖分的穀物或糕点 由于睡眠期间,唾液分泌减少 导致口腔天然防御能力降低 尤其是在刷牙之前,更要避免 根据英国近报The Mirror报道 牙医阿吉吉指出,有三款很受欢迎的早餐食物 其实不建议刚起床就吃 首先是柑橘类水果 它说明,如柳橙、葡萄柚和柠檬等 借含有可能削弱牙齿发狼制的柠檬酸 使牙齿更容易受到侵蚀或蛀牙 加上早晨唾液分泌量不大 减少了口腔对酸的天然防御力 若此时再摄入此类水果 可能会加剧损害 建议选择酸度较低的早餐 以保护牙齿、发狼制和口腔健康 才是明智之举 其次是很多人早上提神必备的咖啡 阿吉吉提醒,咖啡聚酸性 随时间推移会逐渐侵蚀牙齿发狼制 特别在空腹,唾液不多时饮用 伤害更大 此外,咖啡的暗色素会导致牙齿变色 影响美观 因此,为保护口腔健康 建议早上尽量减少饮用咖啡 喝完也要用水漱口 以帮助减轻影响 最后是富含糖分的穀物和糕点 阿吉吉强调 其在口腔中为有害细菌提供有力的生长条件 从而产生酸,侵蚀发狼制 当一早唾液量降低时 就吃此类食物会加剧损害牙齿的风险 因此,选择糖分较低的早餐替代品 有助保护牙齿发狼制 有益口腔健康 此外,阿吉吉也分享保持良好口腔健康六招 包含饭后30分钟刷牙 定期使用牙线 适当使用漱口水 咀嚼乌糖口香糖 多摄取水分 以及食用含糖食物后 记得用水漱口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